1227 小居再見 拜拜 小孩居拜拜 還有風黑 通常敲完什麼倒完什麼就結束了嘛 你們有幫我趕下一趟 沒有太方向 有嗎 有可以先走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還有45分鐘 先幫我們撤到 謝謝工作人員 所以要先處理一下 謝謝 對 我們要開始開開心心 然後大家也能夠有更多的感動 然後激發去支持這場演唱會 我們再送上一個槌子好嗎 還有一個槌子 那要拔誰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大 有點太誇張 大槌子 大槌子 把30年的等待 一口氣給它發現出來 待會請桃姐站在這個地點 好 這次您要打的是大螢幕 好 然後不要真打 就做個樣子 大螢幕打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正式宣布 演唱會啟動 而且要啟瘦了 好 幫陶姐拿一下麥 來 準備 倒數3秒鐘 各位朋友 再次提醒你 1990到現在 30年的等待 從歌場出發 走紅瑜 主持界 但是依然是個卡把子 此刻它是斜槓接口 百變 巨星 也是一個萬能媽媽 三秒鐘之後 我們要正式宣告 演唱會啟動 因為30年太久了 倒數30秒 30秒 2 9 好 太久了 3 2 1 大鴻青 大鴻青 開場的小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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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 15點 享受指定票價 限量 優先購票資格 但是27號 花旗 PC Home 開場明明卡 玉山開 開錢包信用卡 都可以搶先購票 哇 這兩個卡有 你們會比KQBOX的FORENCE 還要搶先 所以呢 歡迎大家趕快 提早來搶票 這個票肯定要秒殺了 因為大家真的 等太久 憋太久 幫我淘汰自己 也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這一刻 但是事實上也蠻好的 從Vegacy 一路呢 到TICC 然後到北流金 年度的例行性的 歌手淘擠瑜的功課 好 謝謝 可以嗎 好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主視覺 也非常的有巧思 他有一些年輕的元素在裡面 待會兒 再讓淘擠親自的解讀一下 每個人的青春裡面 都住了好幾個淘擠瑜 有主持的 有歌唱的 有作家的 有電台主持人的 有三斤俱用的 專業副主持人的 從過去的好主播 到現在的天后 真的想想都要落淚了 感覺有很多的細節 是否有藏一些 我們沒有發掘的巧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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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氣力窗 這個 這個比較巧思 這是必須的 對 壓在中間 因為很巧的是 剛好我在拍自己主黑白照的時候 我就是 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 不管有多少標籤 或是多少的 詆毀 或是任何的地 到我們的身上 到我們的臉上 你看那個人被破棄 潑上去 那他還是 能夠用他自己的能量 然後繼續一個潛行 了解 然後所以 這個 這邊有 你看小巨蛋 我這邊看到一個 一直在翻頁的 這是什麼 安世愛美慧 喔 我這個不知道耶 那個是很多人的回憶 當年那個 太可愛的短句 會 不能講 怎麼 為什麼不能講 當年你跟謝祖武 謝祖武 哈哈 不要再看謝祖武 好啦 還有 還有 這個什麼 這個門票球獸 好可愛喔 塗鴉 30 Anniversary 對對對 好一樣的一個視覺喔 非常當代 非常棒的設計 對 這個視覺如果你喜歡的話 各位網紅 拜託了 下一步你們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請你們也拍一張一樣的濾鏡 很好玩喔 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 教哥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有這個濾鏡 你可以自己玩 你可以嗎 好 他會有四個 已經連上來了嗎 可以 好 直接按這邊 好 然後他就會跳第二個 非常錯誤的一種示範 完全沒有對方 沒關係 你看 欸 好 沒關係 他就是 他會分成四個讓你拍 對沒錯 然後呢 你就會形成四個不同的這個 主托 好不好 我學你的啊 你不是說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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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玩一下 對 這種要叫年輕人來玩啦 來娜娜來 來 來 幫我們拍一個 來 Lana 別打 快點 搶鏡頭 不要 終於找到那個KIVI還高了 不要 好高喔 好 是孟宏偉的歌曲對不對 對 對 我的歌手嗎 很愛愛切 唱啊 東元1999年 我拉著這句去海邊 世紀我要找一點浪漫 不是閒要閒 耶 這不是開玩笑的 沒有彩排 我不要再考他了 我不要再考他了 我都在四句 可以用了嗎 可以用嗎 好可以用可以 我以為這只能玩一次 好 準備 按著標吧 好 手機會裂掉嗎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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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會 你看你看 很會很會很會 哇 你本人比較可愛耶 還是謝謝啦 還是要禮貌 好可愛 會擋住 對還不愛啊 很會玩耶 看到菜頭歌 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玩一玩 對 歡迎大家自己在家把玩這個濾鏡 是 可以大家在IG上面 擁有它 然後幫我們淘姐 宣傳一下 記得本週就要開辦 好 背後是無數的等待 還有無數的感動 過去我們看過 這麼多精彩的桃子姐的主持 表演 創作 還有他的理念 觀念 那請大家現在是支持進場 看小巨蛋演唱會的時候到啦 右邊 好來看一下我們KOL區 還有一種得獎感人 走到這一天 對 呃 其實呢 我自己 我覺得歲月唯一不能摧殘的 就是你對你熱愛的東西的堅持 所以他會讓他更 呃 更能夠顯現出 我覺得 努力不是用嘴巴說說的 堅持也不是一兩年能夠證明的 30年了 對我來說 呃 就像趙哥剛剛講的 接下來又是另外一個30年的台端 明年希望你們跟我一起敬小巨蛋 謝謝 謝謝 祝福祝福 我們在這些以上的贊助單位 還有今天沒有來的 KUJI 請講一下可不可以30年終於公佔的事情 嗯 對我其實會 呃 我覺得等這麼久是蠻好的 因為 你等於像我剛剛在台上講 有很多的缺陷 或者是 不管是硬體的軟體的 或自己的狀態 你等於在 很多不同的場地都摸索過了之後 等於是做足的準備 然後像小巨蛋 我覺得 此刻的我心情平靜 但我不知道到時候音樂想起身上的人 會不會就看到一個女人蹲在那裡一直哭這樣 沒辦法唱 所以就是很 你現在問我這題我突然激動了起來 然後就覺得 嗯沒關係 我還是會穩穩的準備 然後也等待觀眾朋友給我的驚喜 曹姐 因為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等了好久 好不容易找到這個空檔 你知道我都排不到嗎 就是 每次去問說 啊小巨蛋 他說沒有 他說 那個誰都排不到 誰都排不到 怎麼會排到你這樣 這樣子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人家先申請這樣 啊 所以就一年等到一年 等過一年等過一年 那 欸居然有這個空檔出來了 而且好像是 剛過完年 所以請大家 押稅錢留一點 可以買票 所以曹姐 就是昨天出道30週年 真的沒有特別的慶祝 沒有欸 我也覺得 我怎麼可以如此淡然 以前你知道嗎 年輕任性的時候 男朋友是忘了生日或今天日 一定會大丟 痛的丟 說欸怎麼沒有準備什麼 現在是已經可以過到就是 日常是 就是比如說一樣啊 小孩放學 然後他去洗個澡 然後我幫他吹個頭髮 然後陪他寫作業什麼 然後躺在沙發上 然後他們都在寫作業的時候 我就突然說 欸今天是媽媽出道30週年欸 然後他們就說喔是喔 然後就繼續看他們的YouTube 所以就我覺得可能這 當人為人母的這些年 我覺得真的可以 比較比較看淡一些事情 但是也覺得這樣踏踏實實的挺好 就是反正日子也是要過 然後30年我自己點滴在心頭 然後我自己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會請到就是30年前的工作人員 然後就像我TISCC有請他們來 然後大家一起等於是 就是不只是歌迷是老朋友 還有這30年來娛樂圈的工作夥伴 如果你們要票可以私訊我 那剛剛也就是回顧了一下 這30年以來的歷程 自己心裡有沒有一些就是 嗯哇我覺得累積是 真的點點滴滴 真的是很很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原來做了這麼多事 雖然我也荒廢了一些時間 但是我覺得我的 截至目前為止 我的人生成績單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意 還算可以 表現還算可以 那但是我還是會繼續努力啊 就像寫作也還在寫 包括一些專欄或者是 有書稿的邀約我也在寫 歌我也在寫 然後就是練唱也是還在練 練吉他也還在練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就是 永遠不能停下來 然後我希望就是新世代 看到我的時候不會說他誰啊 陶晶瑩是誰啊 就是因為我還要努力的被他們看見 而且那大家有說是演唱會的嘉賓 會不會有邀請到一些新生帶的 像高學女士 也是有想說跟他們合作 不是是寫歌 寫歌 對對對 但是嘉賓方面 其實我真的還是一直 就是很多好朋友 都覺得很希望邀請他們來 然後甚至像 徐佳穎很可愛 他就說我要去剛才那間唱會 我說你那時候確定沒有在坐月子嗎 他說喔對齁 然後就是 其實很多朋友 然後很多 我很仰慕的音樂人 然後都是好朋友 然後如果他們肯來 或甚至是上台 我都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剛才有在推那個賣票 有沒有信心說是秒殺 或是說考慮加場 我覺得不敢想是因為 TICC畢竟才是 兩場家才也才是小巨蛋的一半 所以有可能就是說 欸 秒殺一半 那另外呢 嗯 殺不了喔 壓力就會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真的還是要看大家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 我覺得疫情的影響可能 自己的生活還是最重要啦 不要勉強 如果說有一點要稅錢的話 可以買八百塊的這樣 像女人很喜歡派 是不是有會想說在台上 有 我有想過欸 然後我就跳那個Fancy Ooo I fancy you 然後跳一跳 轉一個圈我就暈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女兒說 女兒我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女兒知道我要辦小巨蛋演唱會 就非常的興奮 然後她就說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看到那一天了這樣子 那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啦 但是還是以整個演唱會的流暢度為主 那當時妳有沒有必唱的歌曲啊 或是一定要唱 其實上次我TICE被很多人抗議說 自己的歌都沒唱完 一直在唱別人的歌幹嘛這樣 那我可能這次還是會把一些歌 就是上次沒唱到的放進來 比如說是愛啊 愛友啊 十天又三天啊 其實很多還是大家很喜歡的歌 或是新歌 就是都會放進來 我不要多幸福啊 那個Eric寫得非常好 所以應該都會放進來 所以現在為了演唱會做的準備 主要還是在就是體力訓練的部分嗎 體能 對 然後唱的話也是 就找不同的歌自己再多練唱這樣子 然後心態囉 因為就是在調身體的過程 醫生提醒我可能有胃食道逆流 他說你不要壓力那麼大 我說不是我要壓力大 我自己的胃就開始就是 這樣子 那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可能也要去靈修 就是讓自己懂得面對壓力的時候 不要這麼有就是反應這麼大吧 那桃姐因為今年疫情的影響 大家真的目前還看不到盡頭 那很多藝人也開發副業 像您今年也有轉戰YouTube 是不是也想說不要把風險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YouTube是因為 也是我女兒的建議 就是一年多前嗎 他就說媽媽你怎麼都沒有開頻道 我說是嗎一定要嗎 他說現在大家都有啊 所以就聽從女兒的建議 那我最近會推出一個新的節目 是那些女人說不出口的事 叫那是 主要是提一些姐妹們就是解決 包括像生理上心理上或法律上的一些問題吧 也是在網路嗎 對在YouTube我自己的頻道 所以會以網路為主 是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嗎 也有電視節目的邀約 但是因為現在電視台就是 預算也可能會有一些考量 那所以我們也會跟製作人就是 好好的商量看看要怎麼做出一個好節目 那桃姐之後有考慮要開發副業嗎 像老蕭最近開日本料理啊 有欸我有有其實正在開會中了 然後敬請期待也是跟飲食類有關的 然後也有更大的一個想法的合作 其實都在聊了 然後到時候有記者會一定會通知大家 謝謝 那因為最近也是陣風尾牙跟跨年的忘記 不久接到相關的一些要望 沒有好像聽說今年的尾牙大部分都取消了 所以是沒有的 但唱完PC Home我們就回家休息了 喔還有喔對不起 11月28愛之日常 對 那桃姐姐今天有時間看新聞了 什麼什麼新聞 大學生的班底好像今天有出一些 誰啊 就是 黎月的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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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是 今天中午 喔天哪 好我再去看一下 我再去看一下 那如果 如果是犯法的話 那當然就是依法辦理啊 對 嗯 謝謝 OK嗎 謝謝大家 你們要來喔